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下定决心放弃高度集中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 开始全面的体制改革 当改革的总体战略达成初步共识的时候 在经济领域却正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动荡 由于前几年的高速发展 宏盛经济出现了过热和失控的景象 于是在改革进行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 第一个寒冬降临 三十年回望的作品图卷 一百人见证的乘风细节 第一财经年度具现 激荡1978到2008 任何改革在本质上都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1982年7月的一个黄昏 一个青年男子来不及与妻子道别 就匆匆逃出了浙江省温州市岳清县的柳市镇 当夜十二点 警车呼啸而至 在他家哭了个哭 他就是后来文明全国的温州八大王之首 人称古今大王的胡金林 这一年他才25岁 他究竟犯了什么事要非逃不可呢 多年后 胡金林告诉记者马金龙 如果他不逃 很有可能被捕甚至枪毙 他80年81年都是 他一年收入时间有几十万的 马金龙 温州经济专家 多次采访温州八大王 望远一山的枪毙都不是个白 像胡金林这些都是一年是几十万 他实际上他75年就有6万块钱现金了 那不知道枪毙多少次了 枪毙几十次了 在全国人均月薪只有三四十元的1980年代 几十万元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么胡金林的那几十万元究竟从何而来 是合法劳动收入还是非法所得 他是74年初中毕业 75年就开始做 74年毕业以后年底就开始做生意了 因为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的 大家都不敢动的 如果谁敢动 那时候谁就赚钱 因为机会都给他了 这个生意大家都没做 就他一个人在做 过去说当然温州有几个人 有些人在做 但全中国没几个人在做的 他就可以生意做得非常大 75年这一年做下来 他也做这个电器生意啊 到76年这年春节 年初的时候 他家里已经盖了一幢楼房 当时他跟我说 身边有现金五万块钱 万元户是八十年代开始说的 他1975年 他已经有五万块钱的现金了 你说他大王 他倒是名户其实的大王 十几岁就做生意 几年生意下来 就能赚几万元 这在全国其他地方 可能是神话 但是在温州人的眼里 即便文革期间经商 也不是一件很让人惊讶的事 温州自古以来号称 七山二水一分田 地少人多 光靠种田 根本无法养活自己 所以温州被称为 中国民营经济最早萌芽的地方 我们形容他 就是他的头发 每一根头发都上面都装雷达 张和平 时任新华社温州知社记者 头发都是空心的 空心就是他会动脑筋 会算计别人 会捕捉商机 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心灵手巧 那么就是加上他的智慧 他的商业智慧 是零四人佩服的 1981年 柳市镇光是生产低压电器的家庭企业 就有300家 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月清级推销员 约多达10万以上 而胡金林更是成为众人学习的榜样 他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都要跟着他学 因为整个环节的话 是家家开工厂 互互听寄生 大家都是充滞商品经济 所以就是说 跟他学 谁赚钱多 谁做什么行业 做什么生意 都跟他学 而此时 胡金林们的生意就更红火了 温州的积电公司 那是当然国有的 他产品大量积压 那不出去 那胡金林知道 温州积电公司的产品积压以后 他就带了一个叫目录大王 叫叶建华 那个目录大王就是拿着一个照相机 把这些产品一个个拍起来 规格搞起来 把它印成一本本子 上面什么型号 什么规格 多少价格 印起来 把这个东西发给购销员 购销员就向他订货了 向他订货呢 他到积电公司拿了 结果把积电公司 81年82年每年100多万的产品 都把它销售掉了 这是积压产品 通过它销售了 1979年当时的销售额 营业额有1亿块 1亿 那时候意义是非常大的 那时候货币是 100块50块都还没有的 那时候听说 为了这1亿块钱销售 银行专门点钞票 都要配备5个人 这样 就是说到82年 这个还是79年 82年规模搞得更大了 当年如果开工厂的人 不实实在在地生产产品 而只是把别人的产品 从一个地方销售到另一个地方 那就很有可能被认为是投机倒把 不幸的是 投机倒把在当年 还是一种法定罪名 计划经济条件下 有一个投机倒把的说法 投机倒把是 把这个地方东西运到 那个地方就是投机倒把 我们买过来是1块钱的 卖出去1块1的 那就是投机倒把 你比如说当时的工商局 不叫工商局 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那就是说 整个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观念 就是对这种赚钱的人 搞这个市场经济的人 就是属于不屑行为 就在胡金林们埋头赚钱的时候 他们根本不知道 大环境发生了突变 从1981年起 打击投机倒把 就成了很多政府部门的工作中心 在这轮整断中 温州成为打击的重点 当时呢 这个全国性的所谓 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呢 把温州作为重点的 温州呢 把当时的月清县 现在月清市 柳氏镇作为重点了 这个柳氏镇当时是 浙江省是省委常委 带队的一个工作组进驻的 十几个人 那最多的时候 还有三十多个人 打击了将近三个月 工作组进驻柳氏镇后 第一个被叫去谈话的人 就是胡金林 省委工作组是浙江省委常委 兼公安局的公安厅的厅长 他呢来这个调查 他跟胡金林谈话 这个他问胡金林 他说你这个做多少生意 这个赚多少钱 那么胡金林们也比较老实 跟他说了 一年赚几十万 这个那么这个领导听了以后 就感到很惊讶 他说我们这些干部 这个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 一年的收入只有三百块钱 你这个居然就能赚十万几十万的 这不是资本主义 那是什么呢 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 那必须打击 和胡金林一起受到打击的 还有另外七个人 他们被称为温州八大王 这里也有不公平啊 五金方面选了一个五金大王 叫胡金林 那么第二二王三王就没有了 但是其他有些方面 某些大王可能并不大 但是呢 他每一个方面 搞线圈的选一个 搞螺丝钉的选一个 搞焦木的选一个 搞方杀的选一个 搞旧货的选一个 然后搞什么宽灯的选一个 就是一直凑了八个 时至今日 我们已经很难找到 温州八大王当年的照片了 在仅存的一张近期合影中 我们找到了其中的六位 他们是献圈大王郑祥青 帆沙大王吴诗连 电器大王郑元忠 五金大王胡金林 罗斯大王刘大元 和目录大王叶剑华 另外两个大王 矿灯大王成不清 和旧货大王王麦千 死的死残的残 连拍这张照片也没赶上 而在当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 他们中反应最快的 还是胡金林 在被约谈的第二天清早 他就主动找到了工作组 他当时做的生意 那个时候是挂在 柳氏的通用电器厂下面 都在挂在下面的 他每个月给通用电器厂上交 那个时候国家也没有正规的 什么这些管理的制度的 他就反正给通用电器厂 每个月交70块钱 当时都是包的 挂在下面 不管做大做小都是包的 那个时候就这样 就这么做的 那也不可能他什么做账 按他收入多少 交多少所得税 当时所得税 这个个人所得税 都没这个说法了 他每个月交70块钱以后 那其他都是他自己的 他应该说 他做的生意是很大的 后来82年工作组审查他 分析了他以后 认为他呢 这个税数是70块钱不够的 要他补来多少 补来6万多 2007年 当胡金林在接受 中央电视台采访 回忆起这段 25年前的经历的时候 他说 当时以为补交了6万块 就没事了的想法 实在是太简单了 这位工作组给我谈话的 就留下一句话 就说 虽然你企业是补税了6万多 但是经济是经济 政治是政治 就这样 胡金林越想越不对 于是就有了 连夜出逃的那一幕 他说 记得当时带了2000斤的两票 当时没有两票是没办法吃 匆匆忙忙就买了轮船票 赶到上海 然后就全国到处留完了 他甚至说 自己还曾经到东北的时候 看到了公共车的站牌上 写着一个中天站叫加皮沟 他就跑到加皮沟去了 当然他不见得是林海雪原的那个加皮沟 他这个加皮沟是 是一个美矿 美矿也待过一段时间 他就流往东淘西淘 不久 温州八大王中的六位 和其他有投机倒把行为的私营业主 都先后锒铛入狱 而即便是在外逃亡两年后 自己回到柳市镇的五金大王胡金林 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这一劫 跟着这些私营业主一起倒霉的 还有月清县柳市镇的两级领导 他们仅仅因为与工作组意见分歧 而被集体撤职 工作组认为这个不仅问题是在发生在这些人上 而且发生在你这个县委县政府这个帮子有问题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县委书记孙宝金被免职 县长林克吉被免职 还有个县委副书记被免职 还有个县委副书记就把他派到南京农业大学区读书去了 在整顿的重灾区温州 随着对柳市八大王的高调打击 整个经济陷入了谷底 其后三年更是徘徊不前 先行者的所有苦难 在日后看来都有它的必然性 甚至都是值得的 就在这年 一个叫刘永好的四川农民和三个兄弟一起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二十年后 这家人将成为富豪榜上的常客 七月 国家统计局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 中国人已经适应了 九月 解放军进行建国后第七次大裁军 一个叫任正非的基建工程兵被转业到地方 他选择去了深圳 十一月 李宁在第六届世界杯体操赛中 一个人夺得共七个项目中的六枚金牌 二十六年后 他将点燃2008北京奥运会的圣火 这一年 电视连续剧血仪 使山口百慧成为中国的超级偶像 满大街的幸福山 让个体户转的满满满满 三十年 违望的壮丽图券 一百人见证的乘风细节 第一财经年度巨献 激荡 1978到2008 1982年 湖北武汉 也发生了另一期 与八大王事件一样轰动全国的安静 一个名叫韩庆生的工程师 为了乡镇企业给的六百元而坐牢 他入狱的罪名是 技术投机倒把罪 韩庆生他就比温州八大王要幸运很多 为什么呢 他的案件被放到报纸上来讨论 郑健 时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尽管国营企业的技术人员 能不能到乡镇学去干活 这个话题吧 多年以后也还是一个打不开的解 但是毕竟这个讨论引起了社会的注意 据说后来还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自过问 有消息说一年以后武汉市的市长是带着判决书 和就是他赚了那个六百块钱 跑到韩庆生家里去道歉的 而在温州当地 八大王事件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仍然难以抹去 1982年年底 温州市政府曾在这里 当时的温州人民大会堂 召开过一个千人规模的重点户 专业户表彰大会 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家招待所 而在当年 前来开会的人却将这视为未徒 因为他们以为又要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了 因为这个之前 没几个月之前 都还在抓人判刑的 当通知这些重点户 专业户到温州来 开会的时候 他们以为 其中有些人以为 说不定叫我到温州班学习班 当时所谓学习班就现在双轨一样 就是软静起来的 所以据说有的人家里都哭哭啼啼了 有的人听说还带了什么脸盆 憋被子过来 他以为要关到这里来了 还出现 他想不到到温州敲锣 大壶带大红花这么表彰 所以事先可见 这个八大王的这个事件 尽管当时八个人 但是月清实际上不止八个人 温州也不止八个人 但是尽管这个被抓的 被胖的人不多 但是这个负面作用是非常大的 连那个表彰大会 有的人都搞得很紧张 不敢来 无论如何 这次表彰大会 被普遍认为是 温州市委市政府 为八大王平反释放出的 一个强烈信号 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 袁芳烈在调查后发现 八大王案一天不翻过来 搞活温州经济就一天无望 一方面是 远方的书记这一方面 跟政法有关部门商量 这个事情看来要重新处理 然后呢 这个通用电气厂的负责人呢 他跑北京跑了三趟 跑寒州跑了八趟 跑温州是天天跑 在那申诉的 这个写的申诉材料 都写了一百多万字 这样不断的方案 那么后来就84年开始把这边的犯调 1984年4月 八大王全部无罪释放 收缴的财物 从国库拨出 如数归还 被关了66天的胡金林 也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家 他说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和自己新开的工厂合一张影 短短两个月后 月清县柳石镇的低压电气门市部 一下子猛增至一千多家 是八大王事件前的三倍 从业人员超过五万人 笼罩在温州上空的阴霾 正在退去 温州民营经济 从最低谷重新开始迅速发力了 现在中国的著名的企业家 南存辉 他就说过一句话 他说 如果说八大王要是不平反 那么我也不会办场 因为要杀头 要走劳 那么八大王的平反 等于是激励了其他那些人 继续可以大胆地放手地从事市场经济 如今 八大王中的很多人 早已被淹没在云云众生中 只有少数做大了生意 罗斯大王刘大元 一直在做罗斯生意 目录大王叶建华彻底改行 郑元忠后来创办了小有名气的装机服装 而胡金林如今早已安家柬埔寨 他在柬埔寨是中国商会的副会长 柬埔寨在大使馆里 中国大使馆碰到问题 那些碰到有问题的一些中国人 在那里出现问题了 都他去给他解决 甚至包括温家宝总理到柬埔寨去 那行程的这种安排 落实这个张罗都他在搞 你网络上可以找到他跟温家宝总理的握手的照片 他不止一次了 他现在又是柬埔寨温州同乡会的会长 时隔24年之后 柳氏已成为全球文明的低压电器之都 出现了郑泰 德利西等著名企业 柳氏镇上的商负也是临死至闭 熙熙攘攘 繁华背后似乎再也找不到当年 肃杀萧瑟的痕迹 不过八大王的故事并没有被这里的人们完全淡忘 就八大王这些人本身 他们当然处于这种自身的改善自身的生存状况的目的去 他倒没有不见得有什么高散的这种 这种崇高的这种目标 但是市场经济就这么推动起来 市场经济就是基层的民间的 他自发的 他做出最终 赶到市场信号做出选择 但是整个经济制度就这么 对他们计划经济就是由他们这样突破的 但是这样的突破 他会面临着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甚至出现被打击的 甚至抓住有可能被镇压的 所以改革使这个道路是趋势 但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这种力量 始终在推进的改革不断升卦 陈州策判千帆过 1982年的中国在大雾中继续前进 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 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 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 这年五月 英国和阿根廷 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爆发海战 11月 苏共总书记 胡雷日涅夫去世 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命运开始发生转折 而此时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正在加快 乃基和伊利逊正式进入中国 他们就是以后的耐克和爱立信 三阳一口气开出了五家中国工厂 本田则与中国最大的摩托车工厂 重庆嘉陵签订五万辆的合同 年末 官末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 中国第一次派出官员前往官末 从官末到加入 中国人还有漫漫十九年需要努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提供知识以应对变化的世界 中信出版